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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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教育人生》 我是高维旭 行情路况昨天 我已经跟投资朋友 做一个说明报告 未来行情路况 我仍然是看往上的 包含今天早上一开盘 9点半到10点的台股直播 是我一样跟投资朋友 报告行情路况往上 慢慢接近平盘 但是重点不是往上股票就好做 昨天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后面这段行情路况往上 操作难度 会比1月3号 1月4号 1月7号 高很多 困难很多 如果你真的没有把握 不要随便出手 甚至我都建议你 空手获利了解 你看不懂 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的 不用去参与 不用因为委屈跟你说 行情路况往上 你就拼命做 因为现阶段的操作难度 会比以前更难 以前有多难 想近期的 12月20号以前有多难 没有人知道 行情路况的时候 我跟你报告行情路况往下 请你空手 请你空手 卖出股票空手 先避开破9400点到9319 在9319的1月3号 1月4号 1月7号 请你偏多操作爆股过年 一路报到什么时候 报到2月26号 然后在3月11号 我告诉你 请你要把握机会 前面没有进场的 后面还会再扶持这一段 扶持这一段 也没有告诉你 如期告诉你 请你要把握机会 真正实际上操作难不难 好 投资朋友 12月20号 8点56分 我已经跟我的会员先提前 盘前做一个说明 考量持股风险 我们虽然手中 只有一档股票 我们还是请会员 开盘市价出金持股 保留100%现金 真实观望 当时出掉的全新 有赚有赔 整整空手8天 8天 我才带会员出手 我才带会员出手 1月3号 1月4号 1月7号 你看我买训联 买完之后 涨停 1月10号 我们市价出金 赚18% 好不好做 讲归讲座归座 如果讲座跟座是一致的 才有资格在这边跟你说 我可以让你变成股市上交易的霸主 2月26号 公开告诉你 请你要减码 行情路况往下 我们在2月25号 我们就把林洋先获利出清 赚13% 那我再告诉你 行情路况3月11号 上去 但是行情在这段路程 你会遇到一个状况 操作难度 你必须以慢打慢 以快打快 简单讲 拨断你要做 短线价差 你也要参与 难度很高 3月12号 我告诉你 正打有机会 我带会员进场 开盘 3月12号 11号是涨停板 买不到 我们12号一开盘 我们就要进场 然后 创新高之后 我们市价除清 赚7% 每次出手 我都很严格的 控制我出手的时间点 不见得一定卖到最高点 可是我都尽量 不带会员去赌行情 我真正认为 可以做的交易动作 我只会带会员去做 包含了3月7号 逆丰 我们市价买进 284.5 市价买进 你看今天逆丰 最高达到301.5 这就是实际上 我在会员的操作 以及我在 这个交易人生给你解盘 其实我说的跟做的是一致的 只不过现机段 我真的更应报告一件事情 如果你对于行情 个股那一种操作节奏 你没办法掌握得好 你的交易心理素质不够强 即便行情路况会往上 我都请你放弃这段行情 因为你不是我的会员 我真的也没办法照顾到你 我很怕一件事情 我告诉你行情路况往上 结果你又拼命乱买股票 结果那你造成你的损失 这是我不乐见的 该基地请你偏多操作的 我不会吝啬跟你分享我的看法 1月3号 1月4号 1月7号 我不会吝啬跟你分享我的看法 3月11号 请你偏多操作 我也不会吝啬跟你分享我的看法 不过现阶段是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 昨天我跟你报告了 3月26号我跟你报告了 行情路况往上 但是我请你不要参与了 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不要参与了 这段行情 之前这段行情是你什么 你只要有参与做多的 你多多少少会赚得到钱 赚多跟赚少而已 只要你不做错方向 所以我自己 我也告诉你多次的朋友 今天要参与 甚至邀请你加入我的会员 可是现阶段 这段第三段的行情 这是一段 一段 两段 未来还有第三段 第三段的行情 请你不要参与了 请你不要参与了 你不是我的会员 我很怕你受伤 等你受伤之后 再来问我该怎么办 我也不晓得怎么帮你 这很重要 我持续看好的会员股票 一样跟投资朋友报告 即便底 我都告诉你持续看好 世纪不要 看讯 不要乱去买 投资朋友 我跟你说我看好的 不是叫你去乱买 上药 我们持股成本都很低 短线被套牢的金豪科 差一块钱左右而已 也还好 这些是我 我们会员的持股 立峰持续看好 不是叫你去做追价 我只是交代 我看的股票 手中会员的股票是什么 我不会突然哪天涨替牢的时候 才突然跟你讲 才突然跟你讲 没有 我不会干这个事情 最重要的 还是希望在投资朋友 你在交易路上 都可以顺顺利地的 然后身体健健康的吧 你才有办法赚到钱吧 我尽量保持我的解盘风格 忠实转达行情路况 告诉你行情路况方向 该中压请你中压 该解码请你解码 该退场请你退场 我尽量告诉你 那你听得进去 听不进去 我也不清楚 可是我希望你都可以赚得到钱吧 什么时候该进场 我会告诉你 什么时候该退场 现阶段 现阶段 你对行情路况 即便是往上 你对个股 你的心理素质 你都没办法 决定 你可以适应这个条件的时候 其实你要退场 我们是带会员进场 你跟我的会员是不一样的 该进场就进场 该退场就退场 因为有跟交易才会无所畏惧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你想要成为股市上面的赢家 你必须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而且要有重心核心思想 希望我的节目可以帮助到 你在股市交易之路上 成为股市上交易的赢家 你长时间观看我的节目 你可以成为股市上交易的霸主 我是高尔徐 祝大家操作顺利 回礼满满 明天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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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p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